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以及王中王赛这两项比赛 那么今天我们是请到了 王浩阳老师 拉德远博士 浩阳老师好 王老师好 各位观众下午好 那么今天也是湖盘杯第五局的比赛了 这个对我们中国队先锋吴一鸣 已经是连胜了四盘 今天是在冲击五连胜 所以这几天说实话 我们中国齐民都是为小魔女 他像名头已经叫响了 小魔女吴一鸣在加油助威 那么今天他的对手 来自日本队的谢一鸣起端 这真的是一个女王级别的人物 女王级别 很硬 这个对手 非常强 谢一鸣 我觉得在中日韩 这女子旗戒当中能被称为女王的 你看我们余智莹 余女王 吹金吹女王 谢一鸣就是谢女王 是吗 对 他还有女王这个称号 绝对是有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国队的比赛现场 渠州 渠州的国际会议交流中心 15岁的吴一鸣 因为网名那叫做小魔女 而且特别契合 是吧 现在感觉确实是要 有魔法 有魔法少女 前四盘棋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最终都是能够把夺得胜利 对 在下这个胜利的果实 其实昨天那盘棋和韩国队的 徐瑞璇 对 韩国美女去手徐瑞璇那盘棋 前半盘棋是挺吃紧的 对 但是后半盘真是不急不躁 慢慢等待时机 最终给扳回了一局 是 就是他昨天自己采访的时候也是说 他说知道自己不好 但是他也不着急 是 就慢慢来 对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中方的研究室 所以这个王磊教练 昨天也是就要采访了 心情也感觉非常好 就说吴一鸣的成绩 已经超出了这教练组的预期了 是的 确实是 这是周鸿瑜 这是后面的研究席 对 好 那么这个比赛也是中午1点钟开始落子的 我们先进入棋局 好的 这盘棋 吴一鸣又是黑棋 又猜到了黑棋 又是 连着第四盘黑棋了 猜到黑棋 其实从我们比赛这种连续作战的情况下 感觉 其实心里暗示还是不错的 是吧 对 因为他就是连续猜到黑棋 然后连着赢 那就是说 感觉这次猜到黑棋 是不是还是可以赢 第一盘是白棋 心里暗示 但是他后面 他已经肯定已经忘记了第一盘了 就是说他最近的 一直是黑棋 他肯定心里是暗示 今天等于是 谢一鸣走了一个错小木 白棋走了错小木 是 你看前面 前面有三盘黑棋 这个吴一鸣都是 这个 这个 然后来 这个 叫什么 歪霸子 歪霸子 是这样的小木 对 所以还是 所以吴一鸣也没有 没守成规 对 没有接着下他的这个 中国流了 也是变招了 对 采用了这个高挂 谢一鸣的话 他确实之前好像成绩非常好 最近好像是日本的年轻棋手 是不是起来了 对 谢一鸣应该是在 他最强的时候 其实谢一鸣要说起来 也是 他就是我们中国台湾棋手 这个旅日的 他也是 应该也是 他也有一个歪号 叫小魔女 也小魔女 对 他也曾经的 年轻的时候 也被叫做小魔女 而且你看他名字也很像 吴一鸣 谢一鸣 是吧 所以 因为他的经历也很传奇 也很传奇 对 因为那时候 这个 这个台湾也拍过他的纪录片 就从小坐在他爸爸 他是出生在 中国台湾苗栗市 所以要到台北学期 还是有一段路程的 他爸爸就开车 载着他 他就在后面 小嘛 几岁 就在后面睡觉 就一个多小时 每周可能这样往返 往返路上就两三个小时 就这么坚持学期 最后到日本 他到日本之后 他14岁入段 当时就是日本 就是打破了这个日本入段的最低年龄 就非常强 而且好像是跟 对 然后到目前为止 他是拿过27个冠军 也是日本的 就是历史上女子第一 最高的一位棋手 最高的一位棋手 对 就没有人超过他 能拿到27个冠军 确实 太强了 对 好像你说日本男子 好像就是原来感觉 就是大家可能 比如说霸主地位 好像就比如说景山玉泰 或者之前的 就好像女子 好像确实没有 是吧 就之前没有感觉到说是谁 对 所以谢一鸣 他其实是当时说是 应该建立了他自己的一个王朝 女子王朝 所以为什么叫女王呢 后来因为这个李菜 滕泽李菜 他最强的时候是女子 日本女子名人九连霸 这个谢一鸣 就是他最巅峰的时期 后来被滕泽李菜 这个挑战成功 后来这个女子名人 现在一直是 李菜好像一直在连霸 好像还没有驿主过 还在连霸 他们就喜欢连霸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交替 确实 那确实是女王 绝对是女王 但是你看 虽然说 最近这个日本是 这个滕泽李菜和上野 阿肖美 这个后起之秀 起来了 但是他前不久 在这个上岗杯 世界女子 这个一个锦标赛上 谢女王 还是赢过催女王 确实 在这个时候 能战胜崔金的骑手 这是很不容易 对 所以他应该还一直是在一线 还是在一线当中的 虽然没有说前些年那么的辉煌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强大的 今天我们的小魔女不好下 是的 对他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考验 我觉得 对 这个骑黑棋实战小魔女 直接持一手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肯定是没有任何研究的 但是我好像听我的学生们说过 这个骑AI的选择是在这的 就是我以为就 这个是最常见的下方 对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差 就是说 但是好像是说 这个骑是效率更高一些 就是他 像对这边来说 他认为也是拆编 然后对这个角上还保护的好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他虽然这里有打入 可能他期待将来可能直接跳在这个位置 让这里的效率变得更高 是的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图 走在这里 应该是这种个意图 因为走在这的话 你要再走这个 其实看上去就无所谓 如果已经是扩张的话 这个字确实是好像往这边放一路 好 但是究竟是多一路还是多两路 还是怎么样来围 这个好像就很难量化 很难 很难量化 如果是AI这样子指出来一条路 因为我们知道AI它每次验算 它其实它的背后数据是上百万次的实战对局 是的 这个量级是我们人类企手去很难企及的 所以既然它推荐 可能确实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有参考价值 那么实战等于走到这以后 白棋又拖先了 白棋没有在这里再下棋了 选择了点三三 对 还是 从目前来看感觉薛一敏 咱们这个谢女王今天的战法 好像是先捞后续 这先得一个角 这再把一个角点了 就让你这个黑棋围成大模样 实战这个棋的挡这边 挡这边的方向感觉上不错 感觉上不错 就是说其实大家觉得好像挡这边 你是不是我这边有潜力 你把白的放到自己潜力这边 但其实不然 就是它挡这边 反而它的方向是要下这边 声东击西 对 它反正 它反而 对 它是要往这边下的 它是要飞这个 就是挡这边 其实可以调转方向 对 然后挡 然后白棋扳 然后黑棋扳这个 它其实是要转到这边来 那么现在 因为黑棋 白棋现在只有顶了扳 白棋如果现在拖一个 我们米式飞刀 知道现在黑棋这边已经有子了 这个棋 蒸紫的话应该是不利 所以说米式飞刀就不能成立 黑棋白棋现在下 这个棋 这是著名的我们米式飞刀 尝一个 这是新的AI时代的难解定式 难解 太难了 太难了 就这个棋 这个棋是米式飞刀的一个圆形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就可以断掉你 可以断掉你 然后你打持 跑 然后尝 黑的跳一个 这样你这三个 我由于这已经有子了 你挣不掉我 那现在你挣不掉我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两个字马上就死了 你要出去的话 这一虎 你这个脚上也是不行了 所以蒸紫不利的时候 这个白棋是不能下的 这个棋 就是蒸紫不利的话 就不要拖是吧 对 就不要拖 对 蒸紫不利的话 你拖是不成立的 应该说是 所以说现在的话 那个不能拖 白棋就正常就是顶了扳了 顶了扳 然后黑棋扳这个 它的意图还是要转到这边 那么现在白棋 你说你要转在这我不让你转 我如果打了虎在这 你说行 也行 也不是不行 但是下成这个局部的话 目前右上角这个局部 黑棋便宜了 局部得失肯定是黑棋便宜了 如果你白棋强行要出头的话 你要强行出头 局部肯定黑棋便宜了 黑棋也有收获 对 那就是说这个出头 白棋也有的场合可以这样选 就是黑棋这边已经很厚的情况下 就是如果你再让黑棋从这下来 可能这就拭目了 就是失地了 相当于这个对白棋来说是一个场合定式 基本上是场合定式 局部来说是要烧亏的 除非你就是认为这个头非常重要 对 你认为非常重要 重要的你已经不计较这个局部的得失的话 那么你就出来 那实战的话 还是没有必要 他认为没必要 没必要 然后下成这样 这样的话 黑棋其实就是我们说 它其实还是为了这边 是 这样的话 倒是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是它的一个构想图 对 因为白棋现在它这个棋 它吃这个应该是只能这样选 就是我们这个知道 我们还可以走这个 就可以吃这边 但吃这边 其实黑棋也达到目的 就是它也把方向转到了这边 是 它也是转到了这边 尤其是现在 争子还是黑棋有力 又来了一个争子 就是飞 然后这个争子 现在好像 这没有看 肯定是争掉了 能争掉的话 那就是说白棋这个棋不行 这个局部就亏很多 是 正常如果不争掉 黑棋飞在这 其实黑棋也达到了 就是说下到这个方向 现在能争掉的话 白棋可能只能搬 但搬的话 就是黑棋和这边一配合作战 白棋肯定不可取 实战 谢一鸣选择肯定也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定势虽然多 但是白棋的下法看起来 好像也大致就是实战 对 大致就是这样 这一种 感觉上黑棋还是比较满意 好 接下来白棋是靠在这里 靠在这 靠在这 这真的是AI给的咱们的意见 而且非常多的人采纳了 这个真的之前是不可能往这下的 如果之前可能一般就是 挂脚 这里挂脚 或者再远一点挂 对 现在针对这个小木 很多时候都是直接 很多时候都是靠上来的 就是之前 就是说这种棋 之前没有想过 就没有想过它不行 就它不是它行 没有想过它可以这样下 就没有这根弦 但其实现在它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了 这棋可以这么下 然后突然我们一想 好像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的 就突然感觉到 就是黑棋实战这样扳 然后白棋反扳 然后黑棋打持 接住 然后接住 走这个 然后退一个 然后白棋拆一个 这实战像是这样 对 那么其实我们就 按我们人类的方法 怎么判断得失 就用来 就手割 应该是一个 最直接的方法 那么我们手割一下 就是说现在等于这样 这个样子 相当于 我小飞挂 你尖顶 我长 然后你小尖一个 我压一个 你退一个 我拆一个 这样大家看 如果是这样手割的话 白棋 是不是很舒服 应该说 就非常非常满意了 应该说 就黑棋本身 尖顶的一尖 这个棋本来就不太好 方向就有点 方向就不好 然后局部感觉也亏了 就本来如果小飞挂 黑棋肯定这个时候 如果你现在小飞挂 我认为黑棋肯定会夹击你 这个棋 因为你飞 因为你这边正好已经 等着他了 对 有一个湖冰了 对 等着他了 对吗 我就爬过来 无所谓的 这地方我没有任何影响 这边夹着你 你还没活 对吧 你本身小飞挂 肯定应该夹击 结果黑棋等于 他没夹击 稍微偏软一些 对 这个棋本来你要说 坚定的单跳 局部可能 局部来说还可以 但肯定不如夹击好 但局部来说 结果你还坚了一个 然后被我一压 然后你再退 那么黑棋又亏了 对 这里黑棋 稍微感觉有点重复 对 你这个棋 从方向 从局部 这样手割下来的话 黑棋都亏了 但唯一白棋 走了一下这个 虽然是先手交换 但是自撞一气 自撞一气 这一气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对 如果没有这个 黑的就没法看了 但这一下其实是爆损的 这个损失很大 损失很大 不仅是一气 它包括下面这些 对 所谓的先手 对 这个气你立完一跳 这个地方它都是软的 黑棋 你现在挤过之后 这个立 八成是不会立你了 就你现在你别说立了 你班是不是先手 你还得考虑考虑 所以说你这一下 肯定还是非常亏的 这几一下 那也是黑棋 他愿意选择这个变化的原因 对 就是看中了你 这一级 多一级 对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看 本来方向和局部都是黑棋亏的 但是白棋 由于挤了一下 可能双方也就达成了一个和平的解决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AI给我们推荐的 我们后来想确实有这个道理 就只是这亏了一下 这别的地方都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黑棋是挂脚了 这一袋就暂时就搁置了 这个立三拆三的这个形状 其实还是有点薄 就你要是想活 可能能活 比如说你打入 打入我不能尖你这个地方 尖被你冲断 你现在白黑棋如果打入 我肯定我还是靠住你 比如说你如果这种盯一个的话 我应该是不能杀你的 应该是吃不掉 我应该杀不了 杀不了 对我大概我可能就退一个 然后黑棋搬过 然后白棋在中间在这种什么地方再走一个 补一手 对 这样的话 黑棋实地确实得了一些 得了这些木树 对吧 然后把白棋的木树破了一些 但是白棋走在中间 黑棋就这一块 现在可能有可能要搁进去 就是说它现在变薄了 白棋中间籽多了 这个断点就隐隐约约就出现了 马棋就有断点了 然后就算不断 它将来比如说点了之后 这种过来 其实你这块棋可能隐隐约约也会有一些担心 所以说你现在捞这个木树和白的往中间交换 便不便宜是不一定 对如果不交换的话 这边黑棋其实有很多先手 对不交换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首先你断我应该是不太轻 我可以靠这种棋 如果你这样我可以出头 就是说应该黑棋这块棋肯定不是很怕 对所以黑棋其实也是着眼于全局 对 没有贪图局部的实地 对因为黑棋如果这块棋将来走后了 那么它打入进来就还可以了 白棋坚定 还是很执着的捞木 确实应该黑棋这个角连边 如果都成为实控的话也不少 30多木棋 如果全是实控 但是实控肯定还是白的多 你这30木肯定不够赢 我这14木 这是1木25 我已经30多 还下这块棋 肯定黑棋现在是 你看它还是走在这个位置 就是它这个地方 这个拆和这个 应该是一个组合权 就属于这两个 就是说是不能离开彼此 这两个 就是你拆到这 其实下一手就是要继续扩张 对 如果你将来是再维护栏 那你就失去这个比较 对失去这个 失去这个给我们推荐的这部棋子 这个想法了 对 要扩张 是要扩张的 现在白棋点 点应该是一个适应手 也是问问你 问问你 看你沾不沾 其实沾上 沾上是不是很不肯 其实 沾上也没啥 但是就是不肯 很多时候 就是类似这种形状 就是看到对手一点 我看棋补中 大多数都不沾 90%都不会沾 都不会沾 还是要根据判断 你自己去判断 就是你反击是不是便宜 就你反击如果不便宜 那就沾上 其实想开一点 有啥呢 就是他本来你还有个断 结果他帮你把这个断点补上了 就多了一个这个子 它其实能便宜到什么呢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便宜 而且现在这个次和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黑棋是一个模样 它是个模样 对 比如说这边是黑子 对 这边有配合 你点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浅销模样 对 然后黑棋他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 他要反击 但现在这个情况 这边可能 现在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模样 反正这些我下午 我感觉就沾上了 是吧 我觉得要我下午 这时候可以考虑沾 我觉得可以考虑沾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吴一鸣 他还是反击 反击的 就是反击这部棋 斗志很旺盛 对 便宜不便宜不好说 对 不好说 一个心情 主要是一个心情 下棋有的时候就下一个心情 我觉得现在因为已经前面有四连胜打底了 现在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轻松 应该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昨天采访的时候 他也觉得 他也说 我就很轻松的下 就很轻松 我知道落后 但我也很轻松 然后最后就等到了对手的失误 对 下棋 心态也很关键 是 黑棋走这个 就是说黑棋这个反击和这部棋也是一个组合权 就是这个和这个是组合权 这个和这个也是组合权 如果你走完这个 你要是再上去 那你这一下就不太对了 对 你这种棋的价值是就打个问号 是 所以说他要求就是我这出头 这也出头 我希望让你这个子就搁进去 对 那么就是我把这手棋省掉了 我的效率就提高了 就这样的是一个组合权 他有的时候他不往这边走 他直接往这边拆 对 但是现在这个白棋这边有子 他可能更重视这三个 所以说他先走在这边 这两个也是一个组合权 实战 掉一个 这个悬点还颇有意思 这个掉一下是什么 就便宜一下 减销一下 就是让黑棋围住 让黑棋围住 肯不肯呢 就反正 我要下棋 我应该不肯 说实话 这个棋 就是你这样 如果看一下 那我们等于就是说 黑棋本来围这个 就围这个跟围这个 就看一路之差 但其实差不了太多 说实话差不了太多 那么等于我围了之后 等于你这走了一个 和我这交换一个 你这两个交换 这白棋不是大亏 肯定是亏了 而且他掉一个 黑棋如果就围上 是不是也放心了 放心了 黑棋肯定是放心了 本来这个 说实话 这个间距还是宽了一点 其实直接打住 我觉得也不会死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死 如果真的要打入的话 也不会死 或者将来你要 对 这种也可以考虑 黑棋扩张归扩张 但是其实应该 黑棋也明白 这块空 人家真打进来 你不见得能吃得掉 对 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是扩张了 但人家要进来 你要非得吃人家 是吃不掉的 他真打进来 可能你通过攻击 从别的方面去获利 等于把你的实力 是通过一些方法转化出去 对 转化出去 对 不是说你一扩张 这就是你的扩张 对 但是白棋现在来遣销的话 确实压缩了黑棋 压缩了黑棋 将来也是有一些借用 借用基本上 就是这个平衡怎么保持 对 主要是你掉一下 这个意义是不是真的很大 因为你掉一下之后 比如说黑棋将来 我过来 我起来以后 你这个紫 其实你掉一下 你如果可能还是死了的话 那你跟没掉没有区别 对 其实说不定你本来把一些这种手段 就还浪费了 对 交换之后就没有这些手段 是 我觉得这个掉一下 应该还是不是很便宜 这不起 可能是有点略有疑问 然后掉完再跳 掉完跳了一个 掉完再跳 等于相当于还是花了一首旗 那应该 就是这个掉 咱们我觉得不好说 但这个如果掉完了跳 那就好说了 这个棋 那这个棋肯定就亏了 是吧 对 这里等于是花了一招棋 花了一招棋 然后没 实际上没有棋 没有真正的破空 你可能还送了点空 对 这两首棋太缓了 这两首棋太缓了 黑棋挤 挺机敏的 马上问一下 挤 要你问你怎么下 沾还是火 挤 他可能就想这多个力 他这边可能就保险了 一般还是要糊起来 是吧 一般还是 把这个头变得硬一些 但是糊的话 他把 我看 黑棋马上就把这里 把这个先手兑换掉 打掉 立掉 然后还飞下来了 还是飞下来 还是飞下来 那你当时他挤的时候 白棋如果沾的话 他可能就靠下来了 是吧 对 他就靠下来了 是 这样飞下来 这差不多吧 好像也差不多 飞下来 飞下来 有没有这种棋 点在这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当然这个如果成立的话 更紧凑 是吧 我是这样判断的 我觉得白棋 如果你让它从这出来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白棋 你从这出来以后 是它被这连后了 但是它的效率 其实很低 如果你通过让它出来 你这顺势把这块空 形成了实地 你比如说 如果你走这个 是吧 我跟着你走 然后你走 对吧 那我就跟着你下 我就跟着你走 或者甚至这种棋 有没有可能 或者这种连班 就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弧 是先手 对 就是这点 还有一个要求爬过的棋 对 就这棋 我希望的是 让白棋跟我交换 把这块围上 它这出来投 无所谓的 因为这连上 这个也没关系 我这个通过立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 什么太大的棋了 这个点如果能成立 是不是会更紧凑一点 有可能 感觉飞一个的话 其实这几一堆 就不见得便宜了 因为你本来单飞下来 你也可以直接点进来的 你这几一堆 把白棋传撞后了 将来你也就是 尖一个先手 所以你就尖一个先手 等于这个地方 本来是 点到这儿 如果说白棋 这边不硬的话 你可能是将来贴住了 对 这样的效率肯定是比 要紧凑一些 对 更紧凑 有没有可能 我是感觉 如果它飞呢 它如果飞这个呢 飞一个 其实我就跟着你下 始终是将来有医患 对 我马上 不是 马上 马上就要爬出来 对 现在你不走 我就爬过来 主要是这边这一冲掉以后 打过来 这个脚上 对 你还没活 还没活 这个有点严厉 我就跟着你下 对 其实就是把这个出头看清 对 我是想把这个出头看清 它飞一个的话 它还是 就是说 想把这块棋控制住 将来 照顾中央 对 现在白棋打入 打入 白棋这块 应该不能给你再围住了 大飞 这个小魔女 这个棋 就是AI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浓厚 说实话 就是我感觉 它可能还是平常 还是用功 很用功 因为你想 像如果谢一敏的话 她的成长的阶段 肯定是前AI时代 但是对吴一鸣来说 他就是入断前 就已经进入AI时代了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的 就他的棋上的 AI痕迹 可能会更重一些 很会 肯定会重一些 就是我们看吴一鸣 而不这个谢一敏 他的棋 还是属于这种我们 传统 传统的那种 本格派的这个下法 谢一鸣是1989年出生 89年 对 89年出 所以还是 你想还没到90后 是 所以肯定是 他应该成长的时候 是刚刚 这个叫网络围棋 盛行的时候 他和陈阳业 他们是等于是一代人 陈阳业 陈阳业89年 对 其实跟我是一代人 跟你也是一代人 对 你们都其实是 当时是受益于这个 网棋 对 是吧 是 现在像吴一鸣 他们就是 开始主要是练的是 AI围棋 对 明显到感觉 就是黑棋的这个棋型 就是更平衡于 就这种大飞 这种棋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 就我们第一感都是这个 这种 或者是 这个也是AI 给我们推荐的下巴 就是他这种棋 都是一个 AI的明显的一个感觉 这个棋谱有点卡 有点卡 有点卡 我们现在黑棋 好了 应该大飞完 应该是会跳的吧 它是点在这里 点这个 其实这个中辅的攻防 就挺难的 我觉得 确实 不像边角 就是你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感觉 对 对吧 中辅其实是 比较难 比较难 他们说这叫什么 高者在辅 高者在辅 它意思不是说 你高者 就是 你就是围中间 你就比我厉害 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高者在辅的意思 是它在中间的这种掌握 会比这个 就是水平弱一点的 它会更准确 有可能 所以这叫高者在辅 因为其实边角 边角有很多参考 对吧 因为这个接触多 边界它有边线 有角线 所以你 可以变化相对少一些 对 是 但是中辅 想要去死硬被就太难了 确实 很多 其实 王老师玩过拼图 拼图就是边角好找 你中间不好找 就是一般拼起来 先从边角开始 对 先走开手边角开始拼 你看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叫金角银边草鱼皮 其实说的是它脚步和边特别好承控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你一上来 要跟先站脚再站边 对 最后站中幅 对 其实这个AI也是认可的 认可 你看AI也是现在它说站控脚 是大于挂脚的 是的 没错 然后挂完脚 手脚挂脚就大于站边的 对 但是你说的高者在辅 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但是最后可能能够决定胜负的时候 是吧 对 这个中辅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这虚飘飘的这个棋 不好评价 不好评价 这虚滑滑的搞不清 但是往往就这个时候 就这种中盘战斗的时候 就是棋手的水平就体现出来了 是 有的时候你好像下几步棋 发现这棋形式怎么就不太 就不太对了 跳出来 这个棋它飞一下之后 可能将来这个飞是一个棋形 这个飞 这个飞你可能得顶这个 对吧 这个棋你得顶这个 你要贴我一长 你顶这个 然后再靠出来 这个棋 你现在这两个是先手的 它这之前点一下就 显得非常的睿智 早有准备了 因为飞也是一个棋形 然后黑的再跳回来 这也是好点 其实这也是大飞之后的 有下一手 是的 大飞之后的 这个跳和这个大飞 就像这两个 对 都是有关联的 和这两个 就像是双方都离不开的一个 原生兄弟一样 黑旗下的 我觉得这旗下的很聪明 挺自然的 就今天 今天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小魔女 昨天看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直播讲解 那看不到 看不到 对 可以回看 回看 直播肯定是不行 可以回看 可以回看 就是是不是遭到了 我的这个 对前面她的这个 如果订阅了我们 维系天员的公众号 可以回看 其实昨天我感觉 她如果看一眼 就是对她这个 我觉得帮助还是挺难 说实话 是吧 就是她在前面的这个理解方面 其实这一番棋 看上去就自然很多 黑旗 不过我觉得像他们这个 因为像那个王磊教练 然后这个女队 都是在跟她在一个赛场 是 就下来之后 肯定会大家会来交流一下 这个时候 集体的力量也很重要 跳出来之后 黑旗 点 那之后贴住 你看 她今天就 这个旗 我觉得这个贴很大 因为刚才说 这一飞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难受的 它很流畅是吧 流畅 自然 很自然 这太厉害了 她15岁 15岁 爬一个 爬一个 这个谢女王 真的 是不是 这个棋 你敢捞得很了 不是 这个棋 肯定不能被黑的拐 但是我想 应该捞在这 我感觉 捞在这 你如果跳的话 我这部棋的目鼠 肯定比这要好得多得多 她莫非是怕 飞的时候 黑旗脱线 就是你脱线 其实我爬在这 跟飞没有区别 你看我爬完就搬 搬你就搬住 其实也没什么用 我飞完之后 我飞出来 我可能比爬还好点 说不定 其实你脱线 我应该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主要还是看黑旗走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能会相对来说 第一杆 我就感觉这个爬有点慢 这个爬 对于这边来说 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 主要是 那就不如 这个步子迈得更快一点 对 这个速度明显是快一些 速度明显是快一些 这样你一走 那么实战 这个吴一鸣 他跟着你一下 他其实这个心 马上还要虎下去 对 虎下去还是好行 还是好行 你要再走 慢了 慢了 就明显就慢了 它是长的 爬完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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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复就是 确实是紧着黑旗的气了 对 紧着气了 对 但是现在这个气 要不要紧 对 要不要紧 还不是特别要紧 是吧 毕竟你是花了两手旗 感觉不是特别要紧 在这里又花了一手旗 有点慢 然后你看黑旗 黑旗下得非常的轻快 对 不错 但是也不好说 这个题 看到了昨天 许一旋的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 这个真的不好说 你说不好说 是说胜负不好说 不好说 对 对 就是现在感觉上 形势很不错 昨天看到这 可能觉得我已经坏了 现在这个黑旗的形势和昨天那盘旗 就是许瑞旋的优势相比 我觉得昨天那盘明显更大一些 对 那大多了 那个旗那是大多了 昨天那个能逆转回来也是 神奇 很神奇 有魔法 有魔法 施了魔法 阵头 冲 挡住 拐 一步一个脚印 对 这个下的是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旗 黑旗肯定不会虎你 这个旗 因为虎背一打持 显然这个旗形不好 它也没必要紧住白旗这个旗 对 它是小尖的 对 对 下的比较灵活 不错 这代黑旗的联络有没有什么 联络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这应该能回去 王永老师 我这一大飞 我应该回去了 下面还有后门 对 我这有后门 这里它肩还是有点先手 肩有先手 肩肯定是先手 我这可以回去 你要阻读我 我再补助 基本上你断开我 我就回去 虽然这个回去 看着好像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断我 你也一定是单关 对 那么我走这也是可以 而且现在问题是白旗 白旗这一串也要小心 是的 白旗的眼位 白旗的虎 虎一个 可以先手点一下 点了之后 煎了一个 这么细腻吗 然后再顶 为什么这么细腻呢 这不亏没结材吗 你觉得保留一下是吧 对 这个没必要吧 只要白旗也没时间来捏收是吧 不是 它这个煎 它是这个一坨 往往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三个死之前 如果你什么都不走 就是你把这个黑旗粘掉 走掉打掉之后 那煎一下肯定是便宜了 对 但现在我这三个 它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你不可能全给我提起来 那么我这个煎 现在就慢煎 没必要先煎掉 这其实除非是独秒了 应该不会吧 这才下到这儿 应该是 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在弃子之前 我们能把便宜的先都便宜掉 对 这是一个好习惯 但现在好像不 就是没必要 交换掉 加 加一个也是一个形状的感觉 对 也是在分段黑起 粘上 在顶 一方面分段黑起 同时自己也是 这里有个靠 寻求一些眼位 是吧 这里有个靠 对 这是白起 七星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翻一下 尖过 尖过 这一尖过 是不是已经联络了 联络了 两边已经联络了 联络了 联络了 因为这个猴也是先手 对 你这个长是后手 这个长 我这个猴先手 你是下不去的 对 这个猴先手 下不去 这样子黑起 如果联络的话 那么全局就 比较厚实了 对 是吧 但是黑白起 肯定会从这 靠出来 冲击你的 它不可能让你 把这个口封住 看来这里处理好了 那么全局黑起 就真的是 彻底就厚实了 长 贴 斑 断 像这样 白起 这里有没有手段 还没什么手段 看上去 看上去应该没什么手段 没什么手段 如果这个地方能稳住 让白的从这跑 然后黑的嗨收关 我觉得这个鞋 黑鞋不错 黑鞋不错 它是要长出来吗 不长出来 打吃可能就不便宜 不长出来 打吃可能就不便宜 这里尖 尖 尖 什么意思 尖是什么意思 尖我如果 我不是说猴是先手 我如果就搬 莫非它准备把你这个猴当做后手 它有可能要给你转换是吧 对 是不是 有这个可能 真的有吗 主要是你如果直接搬过去时 你一时好像是有一点点问题 如果现在猴的话我打吃 打吃完了我这有一铐 等于我通过这个打吃 好像这铐完又打结 有可能有打结 就你没办法 现在 现在暂时来不及 来不及 如果尖的时候猴 白棋是有可能要立下来跟黑棋拼了是吧 白棋这个棋 因为白棋这几手交换几个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他就本来想冲击一下这边 但好像被黑棋这样冷静一退 给化解了 就谢一铭好像觉得得从这边冲击 动手 现在黑棋确实这边不活 如果转换的话哪边大 还是上面大吧 说实话 如果你立我爬 你能吃掉我吗 关键是 这样他脚上其实是 死了 立你是点 不是 我可以说气了 那已经死了 已经死 脚全死了 这能行吗 白棋 深表怀疑 现在你有空吃吗 吃 先就吃 然后上面就 这个死活 死活 能死吗 看不清 你要是吃小了 我是不是粘上可以考虑给你了 你要吃在这外边 我这个先手 我这一顶 我感觉不好杀 对 你要走底下 我粘 比如说我吃在这 我顶这个 我这个是先手 黑棋只要是折腾出一个截火 截火肯定 对 因为这脚已经全死了 截火就可蘸 除非是禁死 对 但是这个 这个也确实要算 要进行计算 这个确实要进行计算 还有就是要根据 就是自己对形势的一个判断 就是如果说 觉得自己这个时候不错 这样和白棋拼命是不是值得 对 实战是退了 退在这儿 这个棋行好像不是很好 这眼位 这样的话白棋立下来 这样白棋是不是有得了 这有得 这个白棋能冲下来肯定得了 本来刚才我们预估是它完全联络的 对 这个木树和厚薄 都差很多 对 和这个相比 那么白棋得分了 白棋这个地方冲下来得分了 这一间很猛 这一间就属于把自己抛出去了 我不管不顾了 这个脚我不要了 给你拼了 但是你看他这个黑棋的下发 冲了之后再一次 他这是在灭眼吗 应该也不亏 反正他觉得 然后这边飞过来 这个地方它是算他活了是吧 这上面有虎先生 这有只眼 意思就是它的意思就是 我如果白棋现在走这个 走不着了 我就坐活了 因为走着好像底下白黑棋不活 这点完意思就死了 它就等于这个地方 等于我们看白棋有个后门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黑棋可以走掉没有后门 但是这有个后门 但是这有个头 暂时黑棋如果动手的话 肯定是杀不了白棋的 所以它这个棋 它先从这边飞出来 如果白棋是要来这里杀的话 黑棋虎一个有眼 就比如说白棋 这里点吧 你得冲这个棋 我感觉 我冲 冲的话你如果团 我再打吧 对 底下你能杀我 但是我上面虎完 可以做个眼 这两子我不要 这两子不要 我可以做只眼 暂时的话 黑棋这里是活 但白的也能活 黑棋要活的话 可能就是 梁子就给白棋了 对 不能分断白棋了 白棋应该也是安全的 白棋是安全 但黑棋它的意思 你看我先从这飞出来 如果我这个地方全都给你封住了 通过和你这进行作战 这全封住了 那我一动手 这里没有联络 你就危险了 然后白棋从这尝尝 哇 这棋击裂了 这个棋确实尝出来 是我一直特别想下的一手棋 就是为什么西里面这样走 就是我们看 其实你不管白棋走什么 黑棋其实这一步棋特别舒服 我觉得 就走完之后 这儿的味道彻底都没有了 对 然后这个地方吃完以后 你可能这里 你像出头也不易 是 所以这步棋也很大 这个对后包影响非常大 对 但是这样就很乱了 这个大家扭杀在一起 对 现在好像才 我觉得是正式进入了胜夫的场 胜夫场 前面 前面都是摆摆架势 是吧 对 先互相试探一下 总是最后要有战斗来解决的 为什么老是卡住呢 好了 这个棋 长 跳 穿这个 穿这个 最终还是比力量 这个地方 黑棋是不是下错了 王源老师 他这是直接粘了一个 粘被白棋挡 那黑棋这里不是有个后门吗 这为什么不爬掉呢 爬的话再挡 对 对 等于先手分断了 是啊 那这样不是断的吗 我损了两目起 还不到两目起 就全死了 我损两目 但是你挡完之后 不不不 你现在怎么做 我沾这个 我挡住啊 你挡住我不是可以挤吗 你挤我力啊 你力啊 神之一手 地势好手啊 这个最近在看齐魂 地势好手 这个高 没看见粒 是不是没看见粒 没看见粒 没注意粒 因为这个一紧 就第一感觉的一紧 其实也 打吃一下 你如果走这边 我打一下冲也可以 你尖我也是弯 我应该拷你一下 这个地方 又拷我 我肯定没看出来 我应该拷你一下 我肯定没看出来 有力的好手 因为走这里的话 你搬这边不入气 不是 你走这个 我直接就搬回去了 对 我说这个打不入气 那你力好 我有可能没看见 有可能失误了 这个好像是不是失误了 这等于白棋 这多了个后门 白棋可就 这个后门 这个后门 白的已经火了 可能是不是要先爬一下 爬一下 但是确实是亏了一点 木树亏一点 亏的非常有限 就是现在你六目 爬一下你八目 亏两目 但是我这木树 如果我有斑 其实我木树还便宜了 白棋 对 怎么都应该先爬一下 对 爬一下没变化吧 没变化 你冲的话就自己进去了 对 没变化 没变化 这里是不是有一些小失误 小失误 但是可能 吴玉明觉得反正 他觉得你这个两个又是单关 我把这两个 如果给你吃了的话 但是这种失误不是那种很致命的失误 是吧 还好 对 就是还好吧 如果说是不想杀这块棋的时候 肯定就是一个小失误了 想杀的时候可能就致命了 插手棋 插手棋 现在他就脱先了 他等于压这个了 他也不威胁你了 然后白的搬过 这样的话就双方和平解决了 就等于搬完以后应该跟这个也差不多连络了 因为他跟他粘了 白机下哪了 挡住了 对 挡住了 然后贴 然后搬过了 那就和平解决了 和平解决了 那这样看来这个也还好 还好 但肯定也亏了 木树也不会便宜的 点 刺一下 然后靠 从这冲击了 这棋感觉还是很漫长 是吧 我本来以为就是黑棋如果在这冲击好了 其实黑棋这部棋 有没有可能吃一个东西 把那个一手 对 一手给他 一手爆掉 太重了 这个地方他等于他回不去 那我爆掉之后 你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得作火 作火我得冲击你 会不会好一点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吴一鸣可能想 他的想法是想要缠绕一下 对 想缠绕一下 把这块棋也把它弓起来 但是黑棋这个还挺巧妙的 等于把两块棋给连起来了 他这两个挺巧妙的 但还是这个失误 这个失误 还是有点失误 这个难免的 这一盘棋这么多手术 不出现失误 那你无敌了 世界无敌了 靠过来 现在他冲击这个 冲击这个我们看 你要小心这个地方 对 要小心 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个 关键是现在 因为他联络之后 这条线 这边黑棋还有一个夹缝 但是中间其实这个联络也有点 应该是有点问题 有点薄 应该是有点问题 所以要小心 黑棋要小心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厚薄问题 有时候厚薄感觉比木树还重要 就是说你薄的话 你到处欠占 有可能就损失要比木树要大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不吃 特别带劲 实际上白的把这个口给你封住 这个口给你封住 然后黑棋 你看 你看 他就是没看见 是吧 就是没看见 这个谢女王还是基本功很扎实 谢女王 然后试试 是吧 这个对 得到了你的散血 这个应该是我们小魔女没看见这个例 对 这个基本功扎实 搬住了 不能再冲击了 白棋已经都联络了 现在就要收关了 这个棋 就进入关子了 飞一个 还是有断点吗 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像要 为什么分一下又围回 又走回来 他是要看着黑棋有断点吗 这棋 好像没有断点 他这次是伸手 虎了 这步棋 那你飞一个是 对 他可能 什么意思 也不亏 他反正现在你棋行也不好找 你棋行怎么找 你棋行 我能冲回去吗 你冲回去 可以 不行 又上当了 这边可以冲 你冲回去 这个冲中计了 中计了 所以这个先飞一下有道理 先飞一下是有道理的 但黑了其实就退吧 对 但是关键是白的这个棋行是好 可是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 它是并在这儿的 它并在这儿的是吧 它这么补 它这么补 这么补住了 然后黑棋也是单长 补住了 那也不亏 它是飞不亏 不亏 你想等于你补一个本来白 黑的如果尖一个 你点一下也不亏 不亏 而且你要单飞的话 它可能补也不见得会尖着补 对 它可能会尖在这儿 然后这一带是不是还有点什么味道 你现在靠什么的 说不定能吃点白棋 是不是 白棋应该是要往这儿来 不 它虎这个 它肯定是看到这儿得有东西 没错 现在就是靠下来了 肯定是这儿有东西 现在就是靠下来了 它要不然不会虎这个 因为虎跟这一场交换其实还是很亏的 这是什么状态 这个棋 能往上贴吗 往上贴 它就是贴上去的 就是贴上去的 就是贴上去的 贴上去是最强的 贴上去是最强的 就是你如果要病的话 它打了打下来 你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黑棋活有可能能活 如果你吃它打 提掉 打结 有利是吗 对 我看能力吗 我就立下来 就立 就立 我断了 断了 我就打了贴 冲斥 这什么情况 转换了 你打了 我打掉 我尝 我给你 转换 我弄你这个 那边 那边不活 这边黑棋是死了 但我这是不是 还有笔器的可能 有没有冲断 有冲断 有笔器的可能 有笔器的可能 你要是补 那你这应该死了 这个应该大吧 那边大 这边大 这个你就比划一下就能感觉了 这个比较虚目多 这都是干子 这边大 感觉这样也可以 可以吧 吃到也行 但是黑棋如果能够贴上去 那当然效率更高 是 贴肯定是第一杆 就是先上去再说 小萌允是不手软 继续贴 这个贴 白棋主要打了挡黑的冲完 是不是还是这个转换 就是白棋 你看现在要不你 你如果说连回去那么拐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还是贴下去的 那就转换 那这冲了一袜呢 这个白棋这边能火吗 就是是个疑问 冲如果吃它一袜 你是不是还吃了铺 是的 你还吃了铺 那我还不能吃 你吃这个 我吃了铺 你好像不活是吧 白棋不活 它是 先这个 先这个 那就还是转换 估计还是转换 这个器 那就还是转换 那它干嘛不挖 是不是挖也可以 它单粘 挖我团 气的关系 挖我团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 那粘得好 嗯 粘得好 粘得好 粘的话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粘了 如果还是团的话 它是不是就这样 我还是和刚才那个图 应该大同小异吧 王老师 我感觉还是这个 走完之后 我把这个冲过来 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边 你就算你能火 假设你能火 或者你弄个打结火 就这边 你连帮下来弄个打结火 我这个地方还有冲断 这个我怎么感觉 西里米同志突然就 这个旗白的本来要不这么丧 它这旗不好吗 就是这么进行的 这个旗 这白的如果就简简单 就是靠去低杆 我也是靠下来 但是好像不成立 想要追究一下 对 想追究不便宜 如果是这样 就这样简单的定型 这个时候肯定是独秒了 我觉得独秒了 是吧 一个是独秒了 另外也想冲击一下 是不是不够了 32 40 点点空 50 这时候的下法 应该是要根据 基于刑事判断 如果刑事判断 刑事不错的话 那么可以下的稍微的平稳一点 如果说刑事不是很有力 那肯定要下的积极 木树确实是黑棋好 黑棋木树好 那可能是一个 在刑事判断下 我觉得需要冲击一下 放下升副手 确实 但是你看关键时刻 吴一鸣也不手软 下的也是最强的 这个我感觉白棋不行了 对 突然就不行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也挺矛盾的 你如果说平稳收官 人家就叫安乐死 对吧 但是你有时候冲上去 放升副手了 有可能就 就突然死 对 猝死 这个我觉得 这个升副手放的有点 不是很理智 两难 两难 这个棋 我感觉 我们的吴一鸣又施魔法了 我们又施展魔法了 你说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冷静一下 再是过关 冷静一下 或者你先等一等 你先这边先交换 你把这块先做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放胜副手 还有什么翻盘 那也是技术活 技术活 那肯定技术活 有的时候老说他老减勺老什么 其实那个不仅仅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对 水平 就没减 打勺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运气的问题 那绝对是水平的问题 人家说强者运强 确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打勺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 自己怎么又打勺输了 这期我本来多少 就是绝对不要老说 就是把这个本来挂在嘴上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没有本来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冲 现在的话 就是白棋这边 这边白棋死活问题 得看 就是你如果一个打劫活 至少是有个打劫 有个打劫 但是黑棋这劫才太多了 这里有个冲断 冲断 你这个打了冲 你看这个地方你冲断 我冲断你这个 等一下 看看 我这个打了冲是什么情况 你打了冲 我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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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冲这个 这个棋 这边好像是没有棋 它联络的是吧 它联络 但是黑的全是劫材 就我这劫材一对 就我是不是 这边这个黑棋 白棋倒是不怕 对 白棋这边是不怕 白棋这里是可以联回来的 对 但是这边如果你弄个打劫不行 你弄个静活就行 你弄个静活 那黑在这死 因为如果纯转换的话 这个是 那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 白棋死的多 对 死的多太多了 那么就是说白棋如果利用这个结症 再获取多少利益可以 我这棋能不能签几个 能不能签几个 你如果沾的话再重断 对 有没有签几 好手 妙手多 妙手是你多 妙真多 妙手确实是你多 妙可兰多 好像有个这个东西 确实是好奇 是不是好奇 你现在沾上我冲断 你要这个 你走这个 我看这个地方我还有妙手 你得冲断我对吧 我提掉 然后你得冲回来 底下我眼是没有 但是我好像可以给你来个这个 然后你搬 从那边断 我再冲 你可以 你真的秒算 我再铺 这个职业指手太厉害了 再铺 这个完了之后再一断 结不归 这个奇有没有 这样的话 这个结材没法看了 对 不管它有没有 不管它有没有 这个结材 对 结材是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这有可能出奇了 这个奇得看有没有 能不能看见这部挤 这个小模拟 这个 这部挤是吧 挤这个 挤里边 刚才我们直接冲断 人家这个是打了冲 打了冲不行 对 有个单挤的号手 对 挤在里边你说这个奇 好奇 它有先冲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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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我们先看看实战 嗯 扳下来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扳这个的时候没有打结 这个奇 这个奇为什么不打结 他觉得够了 不是 他觉得这能净杀应该是 够了应该不能够 就都死了 不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不 这 就是可以净杀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就已经够净杀了 不能吧 这太拼了 我觉得 然后再翻过 不是 打结不是稳稳的吗 打结完了这边找结材不就行了吗 这个奇 我这结材还能输吗 这能看得清啊 这个奇 这反正我看不清 我不知道小模拟能不能看清 反正我是看不清 而且这个时候肯定是独秒 一分钟就恰决断了 就不给你来 不给你开结 直接净杀 这个太猛了 这个太猛了 这个真的太猛了 这打结稳稳的 这个奇 说实话 这块奇 打这个结 这边找结就OK了 这个奇 就是刚才这一冲断是吧 哪怕没看到奇 没看到奇 冲断就打结够了 看看实战吧 这个奇 这关键白的 刺激了 这个奇白的 其实它是挺长的 这个奇 它眼位其实也不少 你别说 现在变得有点 一下变乱了 是吧 其实变得很混乱 白在这里一顶 顶完之后一团 这是不是先手眼 这奇 就算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算你走掉 那将来你要是不走了 我一拐 这打 你得挤进来 我这打持 这顶先手 这一冲 这感觉这还有个眼 这太刺激了 本来我是觉得已经拿下了 这个奇 这怎么突然 这个猴 你说如果就这么 真的就生通活泼了 净吃掉 是不是也是很残酷的 看看实战吧 再看实战怎么走的 实战是靠了之后搬过 它是这个冲 然后冲这个 冲这个 然后破眼 就这么硬生生的来破眼 搬这个 然后弯 或者他觉得都读秒了 我算不清 你也算不清 我算不清 你也算不清 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这啥 没有 没有 搬 搬完了 走哪 沾这个 挤这个 嗯 沾这个 这是啥 沾上这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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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白的刚才沾上不已经活了吗 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我已经活了呢 沾你也沾这个是吧 你只能沾这个 对 就是你相当于挤这个和这个沾交换 现在就是我能不能不挤 我打吃不就活了吗 这些 对 这有半只眼 对 不是 我这地方有只眼 你要碰我这一段 这个截打不动吧 这不是截 我不是提这个吗 你得冲我吧 我打吃你提 我打吃先手 我沾上你 不是 这白的沾上 那等于提是一个先手截 先手眼 先手眼 我这有只眼 勺子 不是 我白的沾上这棋已经活了 我宣布白棋已经活了这个棋 应该单沾 是吧 就是挤的时候现在单沾 对 这个单沾已经活掉了这个棋 对 对 等于把这个眼本来先手 对 本来先手眼 现在这边是活不了了 这边等于是刚才我们有这个打吃先手 但现在这个打吃后手的话是没有眼的 那么现在 对 这个一个先手眼 后手眼差别太大了 哪这插盘棋 这个棋 那就是白的就得把这个给它练出来 看看能不能跟黑的对杀 能不能跟黑的对杀 黑的能不能活 黑的棋 黑的跳住 这个白棋刚才要是活了的话 活了逆转了 就逆转了 因为这个等于这边 对 不只有一挤吗 不 你挤 挤它可能它就算退完 你收杀器 你固定你也杀不过它有可能 有可能 能不能杀过它 这个时候有很多劫财 对 应该咱们这个地方就算是有劫财了 我觉得 跳 就跳 顶这个 这个不对 这个棋 白棋这个不对 这个像 不是 白棋这个不是 现在再来做眼 白棋现在做眼就是变成后手了 对 现在这有一只后手眼 对 你现在黑的团这个了 对 黑系团这个 刚才就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对 你打了题是先手眼 这个勺子了 这是不是一个失误 失误 就像王王那个时候 你说的可能是都赌秒了 肯定都赌秒了 肯定是都赌秒了 然后 这小魔女真敢下 挺敢的 是吧 而且你发现没有 这个 怎么下怎么有理 但是 什么气都能赢下来 确实你是对手失误了 这一几 这一几场这边已经被抓了 这边没有眼 对 对于本来是 其实正常是应该是打劫啥的 本来正常搬下来 对 对 你不按下打劫 打劫是正常分寸 对 你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黑棋的下法就是要净吃你 一鼓作气 对 净吃的过程中 其实白棋是能活的 白棋能活 本来黑棋下的有点过分了 本来活了 但是白棋有这里出现失误 可能也是 估计也是独秒 催促下 其实是挺不难 这个棋说实话 旁观者情 真的有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这些 有些低级失误 你觉得不可思议 是吗 就是 就那一瞬间 有时候一瞬间 事后回想一下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 是吧 是 这太厉害了 这又 还下了几步 还下了几步 我们把这几步 就现在胜负已经 胜负一分了 一分 对 没有什么 这个地方黑棋 虽然没有活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后手缘 这个地方有后手缘 这个棋 对 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黑棋中间是活的 不会产生杀气的问题 这样子冲过来已经活了 活了 然后跳 顶住 这个太强了 这是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 对 顶到这儿这个黑棋 小魔女 五连胜 五连胜 五连胜达成 这一波五连胜真是 这个势如破竹 这个 而且 你看这五盘棋 赢的确实是 各种类型的场面 都有 对吧 这盘棋也是 其实最后 刚才哈尔老师说 如果说白棋走对的话 其实 捏把汗 捏把汗 对对对 但是确实是 小魔女 很强 这一盘棋还是 虽然有一些波折 但是最终还是笑到了最后 确实 战胜了这个 蟹女王 蟹女王 战胜了他的这个大前辈 蟹一敏七段 这个收获了自己的五连胜 那么明天呢 也又该轮到韩国队登场 韩国队现在还剩三远 三远大将 崔金 吴佑珍和金彩英 那 全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 那明天这个就精彩了 这个棋 不知道是谁 估计八成金彩英 应该是金彩英 这个百分之八成 从差位上来说是吧 对对 这个 后面呢 我觉得每一个对手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关口 因为后面越来越强了 确实 其实今天能赢 我觉得能战胜歇一鸣 就已经非常难 今天本来我以为是选这个棋 真是 像施展了魔法一般 对 这是魔法少女 好 那再次也是祝贺吴一鸣 并且祝贺中国队 现在是收获了五连胜 是 那么我们中国队五朵金花还全都 依然是站在这个关口上 是吧 是是 好的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过一会儿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王中王的比赛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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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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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